哈囉各位T卡試車評好的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是禮拜一下午 早上雨下的很大也很狂 那希望各地一切平安 今天呢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台小跑車 它是Mazda的MX-5 那在日本的名字叫做Miyata 那除了介紹這台車的特色以外呢 我想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開手排車的一些要領 那首先你看到這一台Mazda的MX-5 它在外觀上呢 跟之前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但是它一樣造型很動感 而且以這一台車不到4米的車身 它的軸距也只有2310mm 而且它很巧妙的把四個輪子外張 那我們試駕的車款呢 它在胎圈的配置上 它是採用就是205的45R17的這個輪胎 它是用Bridge Stone Potenza的S001 所以抓地力還不錯 因為今天早上雨真的下得很大 那其實開起來覺得這條輪胎 在排水性的設計上還滿好的 那你會發現這台車其實開在路上 它其實就已經有很棒的吸睛度 因為它的頭燈其實有一種銳利感 雖然小但是有銳利感 而且你會發現這台車的比例 其實拿捏的算是相當的好 因為它的車頭相對比較長 然後它坐倉是後移的 等於你的椅背是直接貼在後輪上 這樣設計呢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的駕駛者比較能夠借由身軀 就是你坐在椅子上 借由背脊去感受它動態穩定的這種差異 就是慣性變化也好 或是你出彎提早補油 它車尾在扭擺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去修正它 那主要這今年式的車款呢 它有幾個變革 就是涵蓋了它的這個引擎 我開啟引擎蓋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引擎式的配置 新引擎一樣是2.0升的四缸雙凸輪軸 例如16氣門引擎 但主要的差異在於它在活塞 還有包括它的連桿 甚至它在氣門就是氣缸的上座 這些氣門的機構都重新設計 所以它已經化身為高轉速的引擎 以這一顆引擎它的壓縮比是13.0比1 所以說它可以拉伸到7500轉 那原本舊款呢是只有6800轉它就斷油了 等於現在你可以一直拉到7500轉 那馬力呢也提升到了184匹 那扭力表現是20.9公斤米 那之前我同事傑森試駕它的RF版本 它0到100的加速 就是自排模式0到100加速是 它是測得7.85秒 那因為今天雨下的很大 其實測也不準 所以我們今天並沒有做實際加速的測試 可是你會發現它在引擎的配置上 它已經往後移了 就是以前軸做中心點 引擎等於是前中置的設計 其實前中置的設計的好處就是說 它在慣性變化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比較線性 它不會像MR或是RR 它就是 oversteer就是它在出彎一補油的時候 車尾轉向過度的時候 它還是比較線性 它不會突然丟出去 就是你還是可以用身體的感覺 去進行修正 所以藉由這個過程中 你會覺得這台車其實是一台 很有樂趣的小跑車 那我們接下來呢 進到座倉裡面 你會發現它是一台Lodester 那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 Lodester跟敞篷車的定義 我在這邊再簡單說明一下 所謂的Lodester呢 它一定是Open Top 就是雙座的 那敞篷車呢 就是四座 就是像一般的車款 那它是敞篷 但是Lodester的定義一定是跑車 就包括像911的Speedster 就是我上禮拜去薩丁尼亞市的 那時候天氣也不太好 又下著大雨 它還是軟頂 那這一台車呢 它是手動操作的頂篷 可是它手動操作的頂篷要怎麼操作呢 我再親自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就是從後面這裡 就是它在座椅中間呢 靠背有一個拉柄 你輕拉這個拉柄呢 它會彈開 頂篷的上面會彈開 你這時候往上一蓋 然後這個扣環 一扳就可以了 那你收棚的時候一樣 它大概是兩秒 怎麼說兩秒呢 你看 好大概 兩秒可能太誇張了 三秒 因為它還要下壓 還有一個動作 但是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相當的簡單 那早上雨下的很大 我們在試車的時候 我驗證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台車 它雖然是軟棚色距 但是它一點都不會漏水 不會漏水啦 就是雨用到的 它一樣可以有很好的防水性 這點我覺得還不錯 那在內裝的配置上呢 新車款主要它多了幾項配備 就是這台車呢 它除了六速手排以外 它還有包括盲點偵測 跟車道偏離警示 那你把它的引擎啟動 你在啟動引擎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踩住離合器 那引擎啟動以後 它的中間的這個MMI的介面 它操作一樣很簡單 它的介面操作 它可以連接Apple CarPlay 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那原車呢 它其實它把導航列為選配 我們試駕的這台車沒有選配 但是沒關係 你有Apple CarPlay 你只要連接以後呢 它就可以做使用 而且這台車它是用BOSE音響 它有九具喇叭 包括你看到它在椅背上 為什麼寫一個BOSE 因為它連頭枕這邊都有喇叭 枕車有九支喇叭很誇張喔 以這麼小的空間 這一台RODE STER 它可以有九支喇叭 那再來就是 包括座椅的車縫線 紅色的車縫線 它會營造一種動感的視野 那包括它的排檔桿 包括它的方向盤 包括它的排檔頭 通通都有這個車縫線 而且你只要把車門關閉 就是我現在下車 你把車門關閉 你繞到後面來看 車門關閉以後呢 你繞到後面來看 就是我請攝影同仁站在這裡 來看一下齁 你會發現它做餐的還倉效果特別好 為什麼 因為它在車門內四百的上坎呢 它是採用銅色烤漆 紅色烤漆 那這樣有個好處就是 你坐在裡面 它除了可以營造很好的包覆性以外 你的視覺感 就是你望著前翻 你會覺得就是駕馭跑車 就是有點像戰鬥機一樣 它可以有很深層的那種包覆 跟黃狀感 而且會有一種 就是整車一體成型的感覺 會比較濃郁 這是算它在設計上的小巧思 那提到手排 這台車手排它有什麼特色呢 可能要請我們同仁繞過來這裡 因為我想跟大家分享幾個重點 就是你在開手排之前呢 要做幾項準備 什麼準備呢 第一個 你的鞋子的部分 它的鞋底一定要比較薄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管是在踩離合器也好 踩煞車跟油門的時候呢 你的感覺就是腳掌的觸感 會比較敏銳一點點 我覺得這對開手排車會有一些幫助 那你坐進來的時候呢 其實不管是不是手排或是自排 你必須要調整好 你很適切的這個駕駛坐姿 那你在就是沒有在換檔的時候 你的左腳一定是放在你的竹蠍 就是靠近旁邊這邊跨著 因為這樣子你身體才能夠有支撐力 你在劇烈抄駕的時候才不會換動 那這台車它的手排配置其實很簡單 它的離合器 離合器的踏板 它其實行程做的不算太短 但是也不會太長 我覺得蠻適中的 但是它很好踩 很輕盈 然後再加上它的煞車行程設定也很好 你即使如果要跟子操作 就是降檔的時候跟子操作 你也不會覺得說好像卡卡啊 它就是蠻符合你的人體工學 尤其東方人的人體工學 因為日本人的體型也不大 那再來就是它在排檔桿的設計上 你會發現它的六速手排 不只行程短 而且行程相當的準 就是你在翻動排檔的時候 你會覺得感覺操作起來很舊手 那它還有一個防霧的裝置 那個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車它在打倒檔的時候 可能你沒有直覺 就是還不熟悉的時候 你直覺就是往左一搬 然後一路檔 結果你入錯了 入到倒檔 但是這台車不用擔心 它必須要下壓 然後再往左搬 往前推 我再示範一次 它必須要先下壓 往左搬 再往前推 它這時候才能夠進行倒檔 那倒車的時候呢 這台車它雖然小 但是它一樣有倒車的攝影系統 就是你在倒車的時候呢 它可以避免你去碰撞到後面的障礙物 雖然很短 我覺得不太容易 因為你等於本能的這樣就可以倒車了 好 那上路的時候呢 對於可能不太會開手排的朋友 我先提醒你一個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你如果去教練場學開手排 教練一定會跟你講說 你只要踩住離合器 打住一檔 你慢慢放 慢慢放 慢慢放離合器 放到車可以移動的時候 然後就是慢慢去熟悉那種腳的感覺 可能會覺得這樣子好像很慢 但事實上這是最主要的要領 就是說你在控制的時候 你可以掌控左腳跟右手的這種律動感 而且它為什麼讓你慢慢放 慢慢放 然後讓你車才可以滑行呢 這還有一點就是 你可以藉由放離合器 去感受就是離合器的壓板 跟它的飛輪那種 涅合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可以慢慢的練習 那你在開的時候呢 一樣 雙手通常就是放在方向盤上 那你必須換檔的時候呢 一樣你就是右手 用右手來控制檔位 那換完檔 一樣就再回來方向盤 這樣你才可以精準的去掌控這一台車 那什麼時候該換檔呢 首先 過去如果你開貨車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轉速表 但是你就是要聽聲音 但是這一台車有轉速表 你就必須要善用它轉速表的功能 以這一台車它的最大馬力是7000轉 那最大扭力呢是4000轉 所以你在轉速的拉轉的時候呢 你要換檔的時候 你可以大概抓大概4000轉 讓它最大扭力輸出的那一個瞬間 再進行換檔 那如果你想體驗標速的時候 你就是轉速拉到7000 但是它可以拉到7500轉再斷油 所以你大概是拉到7000 超過一點點你就可以換檔 那熟了以後呢 你的換檔速度就可以很快 那每一個環節每一個過程呢 你就覺得這一台小跑車 會讓你有一種帶勁的感覺 那因為接下來呢 天氣也不太穩定 所以我們在進行路試的時候呢 我想直接我們就把棚蓋上 帶大家上路去體驗一下 這一台小跑車的操控魅力 好走 其實這一台Mazda的MX5小跑車 你只要坐上駕駛座 發動引擎入檔的瞬間 你會愛上它那種換檔的手感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一台車它的檔位很精準 而且算是行程很短 所以你在踩踏離合器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 哇它那個換檔的律動感真的很棒 而且我上一次試駕 Mazda的手排應該說是十多年前 那時候去日本試駕 Mazda RX5的Type S 那是250P版本 而且它那時候的六速手排 就已經深深的讓我著迷 這一次它的MX5的手排版 其實一樣會有那種暢快的俐落度 因為就像我講的 它的換檔的這些硬體設備呢 可以說是設定的很好 再來就是新引擎它的活潑度變得更好 它雖然排氣量不變 但是壓縮比拉升到13以後呢 它除了包括把它的曲軸活塞 甚至連桿經過重新設計 已經變成一個高轉速的引擎 它的斷油轉速呢 可以從過去的6800提升到現在的7500 再加上動力提升以後 就是馬力變成184匹 扭力提升到了20.9公斤米 再結合它的綿密的齒比設計 你在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種暢快度變得更好 因為不只升降反應 就是你左腳踩踏離合器 右腳搬動手排檔的那一種感覺 變得更救手更俐落以外 活潑的引擎特性呢 也會喚起你體內的那一種激情指數 當然因為今天下著滂頭大雨 所以開起來會有一種很微妙的感覺 那個感覺是帶一點點興奮 還有一點點的恐懼感 但是整體的感覺你可以感到它是大幅度的進步 在操控的表現上呢 新車款也不能說新啦 它主要是換上新的引擎 但是原本的這一台MX-5 它在底盤的設定上 我覺得就已經相當的靈巧 怎麼說呢 因為這台車它的車身尺碼小巧 它的車長還不到4米 而且軸距只有2310mm 再加上它的車重其實只有這個1095公斤 它算是相當的輕巧 而且在車齒操控的表現上就是 它的重量一定會影響到慣性 那你車子越輕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在這個慣性影響沒有那麼大 而且它也不容易消耗到它的動力 所以以這台車 它反而可以營造很好的馬力重量比 就是它的馬力重量比呢 可以在5.95的設定上 你會從加速上你就已經感覺到 這台車的輕巧 當然因為今天下著胖頭大雨 所以我沒有另外做加速實測 但是之前我同仁Jason 他測試它的RF版本 它0-100加速是7.85 不是太快 但是你覺得絕對夠用 而且它在再加速 不管升降檔反應上 你會覺得它的感覺已經算是很線性 但如果在操控的表現上 這台車前雙A背後多連桿的設定 它會讓你覺得路感回饋驚喜 而且因為車子小巧而且低線 你在道路上行駛的時候 那一種速度感會有放大的感覺 就是你開快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它的 哇整個感覺就是讓你覺得很利落很犀利 而且這台車子前置引擎後輪驅動 它的座椅略為朝後移 就是整個座倉略為朝後移 它可以利用座倉的成員來增加後軸的下令 也因此它的配重有50比50 會讓你覺得整個指向性很好 如果你敢把動態穩定系統解出 它後軸也會變得很靈巧 很好甩擺 因為它可以結合它的LSD去做黃插調節 就是你出彎補油的時候 然後呢它都可以增加它的戰鬥的這種吸力度 那不過今天是下雨 我必須說今天是下雨 所以你在出彎的時候補油太大 你會覺得它的底盤會變得有點敏感 不過無傷它的樂趣 只不過因為車子比較輕 所以你遇到下雨就是積水的路面 你可能速度還是要掌控一下 因為它會比其他車更容易出現水滑的效應 它的底盤會變得有點敏感 哈囉其實今天下雨開這台車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你知道嗎 敞篷跑車就是它的Lodest 主要就是要享受陽光 享受引擎拉轉 然後引擎聲浪喝著風聲 你整個人會覺得更為開闊 不過還不錯啦 因為這台車算是靈活小巧又好開 所以即使下大雨的情況下 你把動態穩定系統關閉它還是很好掌控 那這一台車呢 它不會自己降檔補油 但保時捷的手排會 保時捷像我剛去試的Speedster 它會有一個Auto Bleeper 就是你按下去的時候 你降檔它會自己補油 主要補油就是說 你能夠減少你檔位銜接的時候 那時候轉速的落差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跟直 那跟直的好處是在於哪裡 其實跟直如果你在賽道上操作 它不會更快 但是就是人的駕馭樂趣感覺上呢 它會讓你覺得更明顯 我覺得這一台小跑車 它等於算是有一個濃厚機械感的感覺 因為它馬力不大 當然它不是特別快 它算是順順而已 但是你會覺得它拉到7500轉的過程中 這個引擎的轉速表現算是相當活潑 再來就是它的底盤呢 也不是太硬 就是你過彎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側傾 可是因為它的底盤離地高 本來就很低 就是它搭配的是短行程的懸吊 所以它這個晃動的感覺 它並不明顯 所以你整個在過程中 操作的過程中 你覺得它還是很俐落的一台車 那當然空間看起來 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它是小跑車啦 所以體型比較大的朋友 如果想要買一台手排的小跑車 我覺得只有這個選擇 但體型比較大的朋友 可以自己先試坐看看 因為有的朋友 它真的比較快 它光是雙腳坐到 駕駛座裡面 它可能就會卡到方向盤 那所以你要在換檔操作上 會比較不容易 好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朋友 要問我問題的 不知道是今天禮拜一 大家忙著上班還是怎樣 好像上線的感覺 不是特別踴躍喔 這台車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好成交 不好意思我沒買啦 我有模型 對 但是對於 我覺得第一個 它是Lodest 然後它有拉風的特質 那第二個 它的引擎性能不錯 第三個 它手排換檔的那種感覺 就是會讓你享受 很鮮明的機械駕馭感 對 還不錯 整體的感覺不錯 而且你在甩擺的時候 你動態穩定系統 關閉的時候 它甩的感覺是很線性的 就是它後軸有LSD 以這麼一台小跑車來講 它算是蠻難得的 預估售價 我拿一下我的小超齁 因為它的售價其實是133萬 就是你一般的自排是134 對我應該沒有寫錯 對133萬元 133萬元 那它沒有很華麗的配備 因為小跑車它就是要輕 要小 但是它在音響的部分呢 我覺得配置的還不錯 它用的是BOSE的9支喇叭 馬力 馬力是184扭力 是20.9公斤米 但是因為它車輕 它車只有1095公斤 還不到1噸1 所以它有5.95的馬力重量比 所以表現還不錯 你開的人就是你第一次體驗性能車 第一次想要開手排 我覺得你都可以很好的掌控這台車 就是 Mazda說的人馬一體 其實就是人車合一啦 你就是開起來會覺得有一種得心應手的感覺 好 那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問題要問我的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先告一個段落 那祝福大家有一個美妙的午後時光 也希望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但是重點是 你要記得訂閱T卡的試車頻道 還有Youtube 記得分享我們的影音頻道 謝謝大家 下次見拜拜 我們請問第二個 理论 3 4 也請問 3 4 4 5 8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